网络上流传着各式各样神秘莫测的都市传说 尤其是日本,是一个盛产都市传说的国度 之前我们做过一部《日本为什么会供奉妖怪》的影片中也提到 日本有妖怪猎岛以及八百万神国之称 所以关于日本的灵异都市传说也特别的多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说过交导事件了吧 这是一个已经在网络上流传超过二十年的神秘传说 在2CH的Lounge板中出现了一片传说中的教导帖子的贴文 此贴一出马上引来了许多留言 教导事件是一个禁忌 不可以在网络上说这个话题 请删帖,不要制造恐慌 曾经看到过,不过被警察删帖了 这些留言反而引起了更多网民的好奇 都想知道那个关于教导主题的贴文都讲了什么 加上在留言区陆续有与事件相关的关键词流出 这让很多网民认为是真有其事 并且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浮出水面 这就让想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了这么多年 可能许多朋友都听说过真相 并认定这是一件恶作剧 然而能完整了解整件事的人有多少呢 到底是谁制造了这个恶作剧呢 今天就让我们回到十多年前 一起去揭开这个都市传说的神秘面纱吧 这是一个已经在网路上流传超过二十年的神秘传说 并一直都是网路上的热门话题 这可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教导事件是来自2001年5月24日 在日本匿名留言板RCH 后来改名为5CH 这个RCH非常的有名 几乎很多都市传说都是从这里流传出来的 2019年连NHK一个介绍 平成时代网路变化的纪念节目 平成网络史 都在他的推特幽默地称自己不能报道教导事件 经历了接近20年时间的流传 网路上流传出众多教导事件真相的版本 其中有两个版本流传最广 一个是无人岛版本 而另一个是千叶线私刑事件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版本的真伪吧 这是一个发生在路尔岛县的事情 据说有5位RCH的网友他们相约去一个叫焦岛的无人岛探险 其间不幸失踪 警方虽然在岛上进行了三天的全面搜索 却未能找到任何失踪者以及他们的行李 在这5人失踪半年后 有一天其中4名失踪者已经变成白骨的尸体被邮寄回他们各自家中 但是化身为A1君的尸体一直没有出现 就在收到包裹的第二天 2CH上出现了A1君署名的新贴文 内容只写着在焦岛 看到这个消息 搜索队再次前往了这个无人岛 果然发现了A1君的尸体 而且尸体有被啃咬过的痕迹 但是最古怪的是 尸体的手脚被啃吃的部位 有明显的人类的齿痕 颈部也似乎受到过攻击 明显有被人谋杀的迹象 由于当时警方并没有查询在2CH上发帖的IP地址 所以并不知道那个帖子是否是A1君本人发出的 但据说因为A1君与警察有关系 加上这个案件牵扯到人时人的事件 涉及了人类文明的禁忌 所以禁止网络讨论相关话题 但这烂人很不解 难道日本警察处理疑似谋杀这么轻松吗 要不就是日本太多杀人案 或是日本警方都很懒 看到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除了上述故事 网络上还留传出一张2CH的贴文截图 图中证实A君以无名师的身份发出的求救贴文 作者声称截图是在A君的原铁被山前截下的 这也就可以侧面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 那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虽然很多人认为无人岛事件无法证明真伪 但从逻辑上还是有很多疑点的 披露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 看表面真功很有可能会是谋杀 既然是谋杀 就不可能不查2CH上发帖的IP地址 因为如果不是A君本人的发文 那就很有可能是凶手了 要在明雾中寻找真相 就需要抽丝剥茧 从眼前的证据来找出破障 那我们先从这张A君留言截图下手 这张截图上可以看到A君是在1999年9月12日留言的 但是我们回看第一个相关贴文中可以得知 A君最后的留言贴文署名确实是A君 而不是无名师 还有日期也并非1999年 而是2000年11月17日 可见图片跟故事其实是不匹配的 而且把截图中显示的ID做搜查的话 就会发现这个ID与2018年4月29日 在2CH上发布的另一个贴文的ID相同 甚至连时间都一模一样 这就有一些不可思议了 因为2CH的ID并不是指使用者申请的账号 而是由用户的IP地址以及日期 经过运算后才出现的一串独有的号码 所以这个ID是绝对不可能相同 更不可能连时间都完全一致 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这张所谓的A君留言截图是改过的 而且这个版本的故事疑点还有很多 首先Sama-Sima-Niiru的故事 其实最早并不是无人岛的版本 这只是后期网友622与628发帖者 所写的故事罢了 原始版本中并没有A君在2CH中留言的情节 而A君尸体是在其他人送回家中后 在岛上发现的 但这仍然很可疑 因为如果警方想掩盖这件事的原因 是因为牵扯到人时人的事件 这就奇怪了 因为80年代不是发生过 左川一阵巴黎十人漏事件 他不但没有被判处 反而变成了媒体的头版标题 虽然有众多疑点 但不一定整个无人岛事件都是假的 所以要进一步证实 就要去查查案发现场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当然现在我们并不需要亲自去一趟交导 只要使用Google地图 就可以知道事件中的无人岛是否真实存在 根据在网络上流传的说法 失踪的无人是在九州路尔岛县的交导出示的 那案发现场就是这个无人岛 Google地图显示 在路尔岛县对出的一堆无人岛中确实有一个叫焦岛 它的位置在宇治群岛的最南方 不过当看到这个岛屿时 鱼心里的落差还是挺大的 可能是因为故事中描述的情景 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型的无人岛 并且上面布满丛林与野兽 所以搜索队才会搜索了三天都找不到人 事实上路尔岛县的焦岛 只不过是一个面积仅有两万平方公尺的极小岛屿 与其说是岛 不如说是礁石更为贴切 它只有半个足球场大小 就是一块光秃秃的大岩石 一眼就能看清整个岛上的东西 这于故事中描述的相差甚远 那会不会是故事记录有误 这个焦岛并不在路尔岛县呢 扩大搜索后发现 日本确实有很多叫做焦岛的岛屿 静干县的两个都不是无人岛 公本县的倒是无人岛 而且岛上有植被覆盖 不过它的大小与之前路尔岛的焦岛差不多 并接近民居 所以一个一眼就能看完的岛 应该不会搜索三天 所以故事一定有夸大的成分 再加上这个版本与日本流传超过半世纪的都市传说 Ushinokubi类似 而Ushinokubi的故事背后也是牵扯到明治时期 大饥荒发生的人事人事件 所以众多疑点分析 这个故事应该是创作的 其实如果去追查最早关于焦岛的贴文的话 就会发现版本一并不是最早的故事 而最早的版本也是最有可能是真相的版本 几乎所有关于焦岛事件的关键字都是出自这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的故事是发生在RCH还没有流行的时代 事情起源是出自一个叫Amezo的匿名讨论区 当时有一位叫焦岛的网友 发文贩卖一部名为Mitsuki的色情影片 没错这个版本与上个版本的最大不同 就是这里的焦岛不是岛屿而是人民 不过身为外国人 一听到焦岛的确感觉更像岛屿名称 在台湾没听过谁叫龟山岛的 嗯 或许有吧 不然龟山岛也不会要找五位名字有龟的人了 焦岛贩卖的影片极度鬼畜血腥 内容是讲一位至尊少女奸杀的片段 对此一些有正义感的网友看不过去 他们假扮女网友相约焦岛 然后将她凌月致死 带头的一位叫EOM的网友 他协同20位网友一同将焦岛片到千叶线 并对焦岛拘谨灵月 据说还拍下了被称为雪之十六画像的照片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没想到他们杀的焦岛并不是真正的焦岛 这个被灵月致死的人只是觉得好奇假扮焦岛的网友 而真焦岛知道事件后十分愤怒 并杀了灵月事件中的两人 还扬眼要杀死所有相关人士 由于害怕被杀 事情案的组织者EOM向警方自首 以便获得保护 可是EOM的身份特殊 他是在日的韩国人 在敏感的外交问题下 警方一直没有开始调查这个案件 加上焦岛又不是所踪 所以警方最后将事件隐藏 封锁网络消息了结此事 看来日本警方要考虑的东西还真的很多 难道在日的韩国人有什么特权 还是冷肿的问题呢 是怕挑起韩国人对历史的敏感神经吗 在版本二中 焦岛事件有众多的重要关键字 比如焦岛妻子是巴西人 私情案的竹谋 一个重要的关键字 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另一个重要的关键字 意思不明 私情案发生的地址 焦岛所得的大学 也是焦岛使用网络的地方 EOM是韩国人 以及最重要的血脂16画像 上面的关键字中 要数血脂16画像最多人知道 据说在事件刚刚发生时 血脂16画像被上传到Amazon上 不过之后被警方删除 而现在在网络上无法找到 任何血脂16画像存在过的证据 后来事情越野越烈 更有新的贴文说 焦岛事件中的焦岛 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兰的爸爸 小泉纯也 当然只要认真查一查就知道 这个说法都是子虚乌有 因为小泉纯也1969年就已经去世 而焦岛事件是在2000年左右的事 另一方面 后来流传出来一张满布写的预冈照 据说这张照片是 血脂16画像中的其中一张 不过很快就被网友发现 这张所谓的血脂16画像的照片 其实是2012年上映的 电影中的一个场景而已 虽然电影中提到了焦岛事件 但这个预冈照与血脂16画像 没有任何的关系 尽管这个版本看似比任何版本都合理 但是只要我们查一下日本案件的话 就可以发现这个版本中提到的 韩国人会引起外交敏感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在日本的韩国人如果犯罪都会被立案起诉 没有故事中提到的问题 但来有到现在还没有破案的 是田谷一家杀害事件 但是没有死了人不与调查的事情发生 如果这个版本也是创作的恶作剧的话 那到底是谁做的呢 在2001年5月29日 在RCH上出现了一个署名Dolly的网友 发了一个教导帖子的真相的贴文 在这个贴文中 Dolly承认了自己是创作教导事件的元凶 教导事件只是他一个人创作的恶作剧故事 并说自己开了三个贴文 仍然有很多人讨论 令他感到满足 Dolly还拿出了证据 就是自己做了30个假账号给自己留言 来推高帖子的热度 所以那些贴文的ID都是相同的 没错我们之前就说过 RCH的ID是不会重复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 还有他在之前的关键字中 也隐藏了这是一个玩笑的提示 例如之前提到的不明意思的关键字 是日本经典剧集世界奇妙物语 在1991年播出的第94集的标题 私情暗手放 EOM反过来就是MOE 就是日文门的意思 而这个关键字就是vaneta 很直白的告诉你这是一个故事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所谓未来人 也是用假账号来推高自己贴文的乐度的 看来这个手法真的很好用呢 而在日本也有两名非常有名的未来人哦 当然日本历史上真的有教导事件 1968年6月 一位名为教导禁止的驻中国记者 被中国当作特务拘捕 扣留了一年半才获得释放回国 这件事被称为教导事件 当然它与这个都市传说并没有任何关系 日本的都市传说有很多 都建基于在一些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事物 比较难以证实它的真实性 例如不存在的卢月车站 而教导事件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哦 怎么以前没有走过去要深入啊 转开呢 别上去再说嘛 别拍了 那我们就用塔罗牌来决定 决注去找出路吧 还是没借过去做啊 我 我觉得这些都都都都不懂 你在做什么 孩子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干什么 家房的时候都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分钱也没有分到呀 所以说还不知道谁来了 阿里的事是不是你搞的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上第一个走的路线就是你 你偷不了干系 我已经清楚你在哪里 我们剩下都不害了你 我现在想让我每一个人都杀了 自己应该在前方 你你 阿妹 你刚才我告诉你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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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里就了啊 我刚才我把这里都要是 大 reading 刚才我干一个 阿妹 感谢观看